我们的心虽然有无名烦恼 但只要能够不起无名 不生烦恼 当下这念心就是清净的 一般人会去找一个清净心 事实上清净心是找不到的 所以实在讲起来 这个自信佛陀 他在菩提树下正道 就是正道这个自信 六祖慧能大师也是正道这个自信 每一个众生都有这个自信 只是佛陀正道了 历代祖师正道了 六祖慧能大师正道了 我们凡夫还迷惑 我们自己有自信 可是我们不知道 然后一直往外求 我们常讲心外求法 所以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 这个自信 也就是说他甚深为妙 他并不是用语言说 是有是无 是大是小 是长是短 是长是短 是红的还是黄的还是白的 他没有办法用 眼耳鼻舌深意的 我们这些感官 去了解 这个这么甚深为妙的一个 自信的一个事实 但是呢 不是说你没有办法用你的感官 去直接了解 直接知道 就表示这个东西没有啊 我们的感官 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现在宇宙里头 我们感官 人类的感官 可以去认知到的这些事物 真的是非常非常少嘛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的眼睛 现在红外线你看到吗 你看不到 纸外线你看到吗 你看不到 我们的人类的眼睛 是只能看到 红 这个看到红色跟紫色之间的 这一段 对不对 我们声音也只能听到 某一个频率 之内的 超过 我们就听不到 所以我们人类的感官 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不需要离开烦恼 另外去找个清静心 烦恼的当体 就是清静心 只要现在不起烦恼 何其自信 本自清静 十方新闻记者 赖约荣 桃园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